大家好,歡迎回到萬聯經理模式 上集在隊長墨歸的帶領下,我們成功佩了英超聯賽冠軍獎盃 不過歐冠半月賽對巴賽的第二回合擊戰120分鐘 被利文道夫斯基絕殺 第一個賽結束了,我就說第二季要搞銀河戰艦 說的是7.8.90加那種 你看到現在新賽季開始了 董事會的預算是4.41億 包括上季我省了7千多萬 應該是計算下去了 4.41億打造銀河戰 當然,上一期也說了 有些公分球員,沒理會他總評多少應該都會留隊 首先我們檢查一下現在有多少球員可以去到90加 麥總就不用說了 古迪是89總評的 不過他要突破平頸 但是對他有信心 因為現在是優賽中,所以狀態是普通 等到開球他必定的話 有機會衝擊90加 應該可以留隊 Hakimi上90加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很多人說 改回右閘 這裡要三十多個星期 不僅僅是否真的 如果他現在要改成右閘 確實需要很長時間 暫時計劃 繼續被他踢右翼鋒就OK了 大B哥不理總評是多少應該都會留隊 你不要說他又突破平頸 可能去到90加 這裡數下數下都4個可以去到90加的強 托莫尼可能要打一個問號 他其實都突破平頸 還有19個星期升到88 但是再升90就未必了 接下來就是希蘭迪斯 他26歲87總評 他繼續升總評的速度也比較快 坦白說 從新組馬天尼斯開始 你看到他要突破平頸 從他這裡開始 後面這些 想去到90加就不太容易 拉斯福特太子爺的身份 說不可以保持住他 歐拉拉是上個賽季的功臣 所以他應該都會留在陣中 至於其他球員就不安全 包括隊長 聖凱人士隊長 帕利堅尼都未必留在陣中 其實上季都踢得不太順 我都說了這季要組銀河戰艦 所以絕對是有很多主會的操作 好了 我們銀河戰艦的第一單引喚 打響頭炮 做一個大鷹頭牌 Hirukun 之前發佈大FC 我也想買他 但那時候拜仁說他是飛賣品 今次去到第二季 Hirukun不是飛賣品 Hirukun來到陣中 麥巴比也踢到左邊的封 就1.18億 就跟他現在的身價差不多 交了15%的轉售條款 怎樣? 白仁無尼哈 嘩 1.8億 你怎麼搞的 拿我命嗎? 我計劃是1.2億左右 1.28億 第三次的報價 怎樣? 給他一點時間 等待Hirukun的同時 我們可以買其他球員 中場的位置 拍力堅尼確實去不到90% 華為迪已經是90% 是現成90%的球員 嘩 這個要價很高 電腦說最低到1.88億 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諸葛傑青金就不信邪了 1.8億 其實這4億都很快用完 如果你說不賣球員的話 當然遲些是要賣出球員 1.8億他都要時間考慮 隔了一天就已經有回復了 Hirukun這邊1.38億 我覺得真的挺便宜的 他現在的身價都1.17億 華為迪這邊 所以我和肥安還是分期比較大 首先談一談 Hirukun這邊1.38億 是不是 既然你又來過 那我們就重頭來過 1.19億 1.3億 來了 1.2億多一點就可以了 1.23億我懷疑就可以握手了 現在都要省錢 雖然懷疑算比較多 1.23億 我們的第一單簽約來了 500萬毫給你 什麼叫銀河戰艦 豪給你 好了 接著來談談談 他叫銀河戰 Hirukun說 等我造裝 等我自己來 不會虧待你 還是16萬 沒有 多一點 18萬 給你 給他50萬的簽約獎勵 然後激勵他入球 給他15個入球獎勵 15個入球獎勵 15個入球獎勵 給你18萬 Hirukun 高水準 所以天文數字很正常 24萬周身 Hirukun是我們銀河戰艦的第一單簽約 我準備處理華為地的橫架 突然之間我想起 包括大家也有評論 坦夏的弟子有個球員是真的有料到的 說的是Ranky 當時他有傳出比聞 但沒有來到 其實Ranky都有潛力可以去到90加 雖然現在只有88總評 我們試試看 另外大家的評論 又買比靈涵 我就不買 因為之前的伯母塔FC已經用過比靈涵 大家想看到他的話 就看伯母塔FC就可以了 我覺得滴裝這裡 就1.25億左右是可以的 最好是1.25億以下 第二次的報價1.21億 他就說1.46億 最後一次報價1.25億 我覺得他應該會擇日再來 不是啊 合理的報價 大家都很開心 滴裝這邊也是比較害羞 又要我們自己來了 剛才Ranky是24萬 你這邊的話 23萬 雖然對於他來說是降薪 但有機會 原來他都拿29萬的周薪 他現在這個周薪也不低 多個80萬的籌籍獎 再加個入球獎 他的入球你沒那麼多 10個球 10個球給你100萬 是挺帥的 為了雜美 為了那10個女朋友 我們真的要簽低的 23萬 合理的 我們一上來買Harrie K 買的 這裡已經用了2.5億 當然 荷包是有錢的 還有1.6億的轉匯預算 其實有一個位置很有趣 剛剛說到Hakimi 真的來不及改成右閘 而且現在的防守會比較頑 其實達洛特現在的情況很有趣 他是83總平的 他原先的潛力是83 但是他現在好像突破了平項 我們看看達洛特 世界級的右閘 少之有少 給大家看看 我密實了幾個人選 賀瑟露 86總平 已經算是比較高 巴迪有潛力 但他其實是左閘 而且他們兩個是萬成的球員 我就不會買 其實阿樂 如果他在利物店 我都不會買 偏偏他上季去了皇家 買得來 這樣又不一樣了 你不要像阿肺高 直接在巴賽跳到皇馬 這樣又不一樣了 這樣又可以買了 TAA現在的新價 只不過是8700萬 真的不是誇張 就他的屁股 起碼都值5000萬 1億左右 1億附近 哎呀肥安真是很懂得做人 他這個環價基本上是保證了 1億左右可以成交 當然了 慢慢談 第二次的報價 9800萬 我覺得差不多了 嘩 豪一點 都玩到現在這個地步 直接握手 我都懶得跟他談 我不知道TAA做什麼 他要求的角色是重要的 不是關鍵 隊內有集 是你平均最高 為什麼這麼謙虛呢 甚至都說了 當然是外費用那些不少 20次出場 給他300萬 但是賺到銀河戰艦 這些小數目不用管 其實簽了這3個球員之後 這支銀河戰艦可以起飛 可以起飛 馬拉拉上賽季公分球員 這些不賣 本身打算賣走 購買一個中堅 但是又找不到這麼高的總評 潛力上到90個球員 差點找不到 包括馬天尼斯 基本上都是同樣的情況 又是很難找到替代品 大V哥當然是繼續留在陣中 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調整的空間 Fill Hernandez 在左閘來說也算是頂尖 後備球員 暫時這些球員 在後備席都已經夠豪華了 更加不要說我還有 Mason Mung、荷蘭、馬拉西 這些連替補席和後備席都迫不上 暫時我就不會主動去買球員 夠用 接下來收到我們這個轉彎槍的第一份報價 巴塞這邊是2050萬 加上京道簡 33歲老將 當然就不是我的目標球員 當然Mason Mung是完全可以談判 其實他這個系列唯一上鏡的機會 就是他將Number 7讓給麥種 就像大家評論這樣說 Mason Mung完全是隱形人 我不要京道簡 其實Mason Mung現在已經到了平頸期 我也免得說 挖個坑給你跳 6800萬 好意頭 Xavi 你覺得如何 又換 我都說了不換 現在我們的陣容 坦白說 不是什麼世界級的球員 我基本上不會考慮換銀這種方法 你買不買 降低一點給你 66大順 6600萬 你買不買 蛤? 真的買嗎? 接一下熱次 遲來一步 我都說了 希望以後 EA加多一個Cancel的選項 我就寧願賣給熱次 價格高一點 應該都是賣給巴塞的 接著就有趣了 我們的Hakimi 有報價 Manchester City 1.69億 這樣 因為Hakimi 我都說了 他升上90價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好像還剩下幾個星期 所以 阿瓜 天文數字 我才會放人 而且你是Manchester City 我們是同城死敵 是真的要天文數字 他現在1.3億的市場價值 我跟你說 我真的做得出 2.6億 你不要覺得驚訝 他上90價 嚇到我 咦? 不是 有變數 Manchester City 可能不想去巴塞 無法達成共識 接著我看到一個爆炸性的消息 Kylian Mbappe 有報價 阿仙奴 2億 這麼誇張 麥總對於我剛才 嘗試賣出Hakimi這個行動 感到不滿 所以也是放了一些風聲出去 上季他休了半季 我們一樣奪冠 為什麼不可以賣 但是 跟剛才Hakimi 差不多的處理方法 Double 3.1億 阿Migiel 如果你真的 掃到3.1億出來的話 我做這麼久 對呀 經理模式我沒有試過 沒有可能 坦白說 哎呀 我按錯了 幸好我按錯了 是按了推遲 不是按答應 剛剛我們說到多少 3.1億 繼續是3.1億 坦白說 這個數字實在太高了 我不相信 嘩 2.4 3.1億 我就不相信 我是真的不相信 還坐在這裡 這樣 我真的玩心跳 我真的玩心跳 3億 其實真的不高 多6千萬 多5千多萬 肯不肯付 如果肯付的話 就破了紀錄 3億 嚇到我 好 我們說一聲 多謝Mason 1 不去巴塑 去月次 我們又賺多幾百萬 董事會真的開心 其實Mason 1 的離隊 對我們來說 可以說是沒有影響 因為後面還有派利堅尼和Rusha 其實你說前腰的位置 很多人都可以嚇串 當然我們現在很豪華 可以買個球員 做了兩套陣容出來就是 一個7號的離去 不如又迎來一個7號的回歸 就不是斯朗 因為斯朗去到第二季就買不到 他是準備退休的 這個7號的話 我以前玩萬聯經理模式 已經有用過 我其實蠻喜歡用迪比 再說一次 他那個慶祝動作我很喜歡 就是不聽你們說的慶祝動作 我很喜歡 其實他現在的屬性都不頑皮 而且他都算比較聽話 是偶爾的角色 他都知道 沒什麼上場時間 暫時打算改造他的位置 現在狀態普通就34個星期 如果狀態必的話 時間會短一點 所以我們簽下了迪比 接下來了我跟李記談了一宗交易 5300萬距離簽下了香莫素 因為我看到香莫素是平頸期 29歲賣5300萬 OK 這個價錢多值 然後很多年輕人也離開了球隊 怎麼說呢 現在是銀河戰艦 而且很多球合同是12個以內到期 沒有成長空間 賣走香莫素 要買泰寶中堅 當然我們還有兩個泰寶中堅 墨龜和墨湯 這兩位由於是曼聯DNA 屬於大家的喜愛角色 所以我就不買了 不過 你說輪緩給他們兩個射 那當然不行 所以這個泰寶中堅 分量要比較重才行 那我就找到了艾蘭奧組 坦白說 他這個總評 87總評 甚至是踢手法都OK 對 OK的 那你們三個中堅 艾蘭奧組 古迪 包括托莫尼 是輪著上的 當然古迪的總評會比較高 巴塞後防線來了 這次的話 我覺得1.2億都可以成交 主要是看Xavi這邊 他有還價的話 我覺得1.2億以下 絕對是有機會的 最後一次報價很簡單 直接給他1.2億 都說了 這個賽季 這些談判不用那麼浪費時間 直接豪爽一點 1.2億送給你 不用客氣 談合約的環節 我自己開報價 首先看到艾蘭奧組 他都是要求重要的角色 他都知道 那對 你和湯王尼是輪著上的 給一個20萬的周身 再加一些零失球的獎金 我覺得都可以握手 接下來 我還有一個重大的決定 心思熟慮過後 我始終都是習慣 邊鋒逆足球員 所以Hakimi 是右腳 始終我都看得不太舒服 掛了他上主會名單 紐卡 這邊是1.69億的出價 我們慢慢談 其實玩到現在這個moment 又邊鋒這個位置 世界第一人已經是Hakimi 已經是89總評 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其實你說賣出他 再買一個替補他的球員 這個價格1.69億都夠了 但是認真地談 Hakimi絕對是2至頭 絕對是2億以上 我可以降低給你的 其實剃代人選 大家想一下都想到 左腳的右邊鋒 有機會上90加 其實你們會想到 當然我現在不說 2.05億 你說不上2至頭有點過份 我是有誠意賣Hakimi的 2億了 要上2至頭 真的要上2至頭 紐卡不買的話 我相信接著還有市場 你買不買 你不買 我覺得還有市場 好了 接著來老客戶 車仔找上門 這個2至頭 我跟你說 上夠硬了 2.15億 不貴的 其實真的狠 我覺得2.2億 車仔都比得起 2.15億 你信不信他直接握手 車仔真是老客戶 接著來的話 諸葛傑青光速地完成了 替堡左閘的支援行動 4300萬 黃孔師傅簽了 馬來西亞 雖然說他不老 24歲 但是他現在是平頸期 我們現在雙線作戰 是要找高質量的球員 接著4740萬 他在熱市裡簽了烏道指 他也是拜一總評 但是他的潛力本身就高過馬來西亞 這個真命天子 他的名字 Destiny 真的夠好聽 他應該那個總評很快會有上升 好了 接著Miguel找上門 1.74億的報價 想買Hakimi 比較有趣的是 Miguel 不知道你知道嗎 反正我知道 Hakimi的替代品 在你們那裡 在你們那裡 你有沒有機會上到2億呢 有沒有機會上到2億呢 其實我可以直接說 就是殺卡 還有誰 2.15億 哇 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去到2億 其實錢銀這些現在不是很重要 賣走Hakimi 絕對夠錢 買殺卡 但是我就是希望看到有2億的這個 隱瞞 不是應該說是2億的交易 就2億而已 好意頭 猜頭 猜頭 就2億算了 對了來了來了 應該都是紀錄來吧 我玩經理模式很少賣出的那樣貴 喂 不是啦 你真的要做一個cancel的選項 接下來 你又要買Hakimi 我賣了2.2億他們接受了 不過阿仙路是早一天的 看來這2千萬我們真的沒有份賺了 好了 所以Hakimi就真的去了阿仙路 2億的轉匯費 我們就沒有辦法賺到 高普多出來的2千萬 禮上往來我們要買殺卡 結果Miguel 他不講禮儀 剛才我都沒有試 喂 原來阿仙路的死敵 加上萬聯 那滷七 非科頓死敵 Mosara 那當然是死敵 喂 我猜不到阿仙路都拉進去 換言之那些所謂Big Six 是得以刺車仔的球員買得 但是那兩間球會 又沒有太多明星球員 那又說到左邊 不是說到右邊的左腳球員 這三個是最top的 都買不到 Diabi 結果要去到plan D 是Diabi 結合總評和潛力 要買Diabi 麥總也不用生氣 少了一個Hakimi 少了一個好機友 多了一個同胞 麥總不會發爛賊 我便宜你了 我直接扔給你 我都懶得慢慢談 直接答應 唉 沒有心情 被Megel玩夠了我 不過這個小孩 我多欣賞他的地方 就是 知道自己是什麼實力 球隊角色要求輪替 所以其他東西我都不用看 主要是現在心情有點爭 不過這個小孩很聰明 坦白說 簽下Diabi之後還有1.14億 但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可以調整的空間 現在真的剛剛好兩套陣容 而且80級 全部80級 嘩好恐怖 除了門將之外 但是泰寶門將幾乎沒有出場機會 全部已經80級 銀河戰艦 可以起飛 有什麼問題 社區盾對著曼城這場球 試一下 看看這個航空母艦是什麼水準 波盾就不賣了 其實曼城的陣容 我發現 包括伯母達FC的傳檔也是 他們那個隱瞞 起碼看不到什麼明星級的球員 看看這場球 我們的銀河戰艦踢成怎樣 我們最後的現場 對不起忘記調號碼 我記得大家會調一下這個號碼 我們的第一次進攻 迪桑給到Harold Kang Diabi在中路轉身的個人 很流暢 這個動作眼前一亮 因為上季下Kimi 我們入場的比賽 我沒見過她有這些動作 接著麥巴比禁區 我去射門 難不及艾達神 到第19分鐘 波盾來到禁區 拉過防守旗 下難的射門 快證明了自己 為什麼是曼聯的No.1門將 再來多下飛撲 自從上季揭幕戰之後 她的狀態真的好 去到39分鐘 Diabi加速 嘩 這麼猛 全中被打擊 這個 少林共富 厲害 Diabi入場 整個野獸一樣 那些向前的推進 很狂 我們看一下慢鏡 上季入場 看看Kimi 哪有這樣的鏡頭 最後用右腳 留意一下麥總 這個雙飛腳 哎喲 直接向世人宣告 我王者歸來 看來Diabi這單 引喚麥總 很滿意 你想想 Diabi來了 現在手法 是四個法國人 又是法國邦 如果本身是薩卡尼 英格蘭人就多些 所以麥總 現在很高興 接下來上半場 最後尾聲加段 TAA這個球 重效打荷包 很乾淨 接著古敵 傳回TAA 萬成是這樣 前場 迫得很狼 一下子的直身 大B哥面對門將 一停二望 三射門都還是不進 下半場比賽開始了 這個球 不知道是不是突然看到 一些不乾淨的東西 就這樣見到 呱呱呱呱呱呱 不知道幹什麼 日光日白 沒理由 第59分鐘 VIL HERNANDEZ 押入禁區 給到HERICAN H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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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球比較震 接著到第72分鐘 萬成這邊 迪布尼的直身 給到賓拿道斯華 其實暫時我都沒有換人 你看到這個球 古迪就有責任了 輪換制三個中堅 所以輪著上古迪這場球 這樣的表現下場球就難說了 之前排隊也有說 對著萬成利己的比賽 你七十分鐘左右 按他 換三四個人 就絕對有機會 所以你看到 六七 格連活特 拉斯福特 正好人才對獎 全部都出來了 格連活特 這個球打了一個圈 接著給到 帕利堅來 然後拉斯福特 再給回 格連活特 可以 六七 格連活特 這個走位 真的不錯 第一時間 跑到女士那裡 他也知道 現在簽了Diabi Diabi Diabi的總名 不如Hakimi 格連活特 上場時間會多些 開始攻心計 當然 Diabi這場球 換落之前的表現都可以 接著重新開球 直布尼傳給後面的Yankoto 自己壓上來 打完之間 Fio Hernandez 殺到他面前 偷下這個球 然後給油 KDB追不上 沒什麼體力 然後全中 六七 格連活特 也是體力充沛 都說了 六七十分鐘 你換三四個體股 絕對有機會 格連活特又來了 又向女士曬阿嵬 為了出場機會 真是拚命了 慢鏡都要讚 希蘭迪斯 首先 體能還保持得住 全中 給到中路 格連活特的頭草乾淨 後面的巴迪 已經沒什麼體力了 幾分鐘後 又是反擊的機會 崩下導師說 肯定追不上墨種 迪阿斯也沒什麼體力了 飛到中間的 拉舒福特 提堡上來 一傳一射 六七 連活特是梅開二道 所以 誰說萬聯DNA不可以 不可以 猜不到 銀河戰艦 原來體驗在提堡值方面 確實 對著萬成利基 現在可以填技賽馬 哪怕我們六七十分鐘上提堡 球員的實力都很強 沒錯 所以我們這一季 雙線作戰 夠人用 水準高 所以每一行的錦標都要全力爭取 首先搞定社區盾 包括聯賽杯FA級 都要努力爭取 大B哥就奉起了這個社區盾的冠軍獎盃 好了 今天的視頻到此結束了 坦白說還有一億 我都沒有什麼打算 不知道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想法 反正我覺得這個陣容去到現在這個level 應該都沒有什麼可以變動的空間 還是那句 喜歡這個系列的朋友 希望可以多點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拜拜